Omicron肆虐全球 如今印度还有一时发现 有人同时感染了Delta跟Omicron 两种变异株 就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取名叫做Delmicron 那么同时来看看它的症状 包括了像是发烧 咳嗽不止 失去嗅觉味觉 头痛喉咙痛等等 而它的传播速度非常的快 症状也比感染Omicron更为严重 但是国内的专家认为 要同时感染两种病毒株的机会并不高 不排除是病毒在免疫力差的人身上 发生了基因重组 不过指挥中心则澄清 这主要是当地的医生在临床上的观察 因此发明了Delmicron这样的说法 但事实上并没有被命名为Delmicron 这种新型变异株的出现 Omicron病毒在全球肆虐 更频敲五国边境门 如今还有多家外媒报导 印度有一名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组的负责人 发现有染疫者同时感染Delta 跟Omicron两种变种病毒 更把它取名叫Delmicron 直言这是导致欧美确诊数标升的关键 两种病毒同时感染一个人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并不是没有 流感流行的期间 有的人会同时得到A型跟B型流感 国内医师认为 先后感染两种病毒的机率很低 但从学理推测 一步排除是有民众先接触到Delta 几个小时后又感染到Omicron 而两种病毒RNA在体内进行重组 才会产生Delmicron 对比一般认知感染Omicron病毒 主要都是打喷嚏流鼻水 比较少出现发烧 更像是感冒症状 有印度医师发现如果是感染Delmicron的患者 则是会有八高烧咳嗽不止失去受味觉症状 不止传播速度极快 引起的症状也会比较严重 如果产生重组的病毒传染力也很强的话 那的确是会令人担心的 印度他们看到也是有人有发烧 或者是全身性的症状 所以好像发明了一个词Delmicron 但是并没有说有检验出来 不过指揮中心澄清Delmicron 只是用来形容印度Omicron感染者 发烧全身性症状被发明出来的名词 而国内Omicron患者中 也有一例味觉异常 另外有几个人发烧 指揮中心强调这只是当地医生 从临床观察到的症状给出来的命名 并非是真的出现全新病疫株 就有点名字的特别我懂